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香港近期失业率攀升,华润集团日前宣布启动为期三年的聘华润拼未来大型招聘计划,计划2020年内提供1000个新职位,预计到2022年该招聘计划共招聘约2000人。 11月4日,华润集团粤港澳大湾区办公室主任李浩然接受中兴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本次华润扩招是中资企业在香港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体现,响应特区政府保就业计划,同时也是为社会找寻和储备更多人才,有利于香港今后经济发展。 李浩然谈到,华润此次招聘从10月28日推出以来,反映出乎预期,报名和查询人数都较多。 他也透露,华润除了通过扩招方法,帮助香港大学毕业生找出路以外,也在疫情期间为社会做了很多贡献。 我们在这个时间推出我们的大型招聘,一方面是方便我们的香港的毕业生去找工作,同时间也是带出我们对香港这个地方以及整个大湾区非常充满信心的,给香港打打气的。 这个肯定是我们也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方法吧。 一直以来我们做了很多直接的面向社会的很多工作吧。 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我们会捐助了很多那个死守夜的机器等等,给香港的所有的中小时。 然后同时间呢,我们也给那个我们的香港的出租车啊,就配了那个死守夜等等。 据介绍,华润本次招聘专业范畴非常广泛,以广培生为例,既有香港具有专业优势的金融、医学、法律等学科,也有华润未来在科技创新发展方面需要的专业,涵盖生命科学、半导体等。 超过七成的工作地点在香港,其余在大湾区其他城市。 李浩然希望通过华润的示范作用,将香港和内地的优势深度融合,同时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协作发展。 李浩然认为,现今香港事业率居高不下, 是由于2019年黑豹和2020年疫情的双重影响。 他感叹道,时代已经改变了,香港年轻人目光要放长远。 大湾区有更大机遇,扎根香港八十余年的华润,始终对香港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我们香港的大学生能开放自己的眼光,不再把自己的聚焦放在香港的爪子头, 就香港这个地方本身,你只要愿意到整个大湾区, 那个工作的可能性以及它的机会会非常非常大, 而且有非常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